接着我们来看有关政府推出的保障儿童方面法律的资讯 政府本周二宣布了一项新的法案 对被怀疑虐待儿童的人实施管制 让他们不得接近儿童 这项法律针对那些还没有被定罪 但具性将对儿童产生威胁的人 比如单身母亲的新任男朋友 有可能因为伤害孩子而遭到管制 社会发展部的部长Benet就表示 他知道这项法律有争议性 但是他相信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为了保护儿童 包括加重刑期 严格监管等更多的措施 将陆续推出 据介绍 相关的限制令最长可达十年 Benet表示 人权组织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 但他的提案历经18月的调查 收集了数千条公众建议 相信是可以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 另外 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在野党 也对这法案暂时也没有表示支持 看来国家党政府要通过这些法律 还有一段路要走 还有保护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